黄师傅今年50多岁,他说自己喜欢网购 7月份经朋友推荐开始在四库奢侈品平台上购物 买过费列螺丝牌的上衣和鞋子,冠军牌的卫衣 其实穿衣我看也挺时尚 挺时尚的,没办法,比较喜欢 7月27号,黄师傅在四库奢侈品平台上买了一件北面牌短袖 含睡金和运费一共391块多 他说正常情况下国外发货,10天也应该到了 可这次等了半个多月也没有收到,就申请了退款 因为相信平台,在还没有收到之前这单退款的情况下 9月7号,他又买了一件阿玛尼牌短袖,花了240块钱 然后也没给我客服呢,他们的这个客服呢,机械客服两期呢 反正回复反正就能回复,机械回复 耐心等待啊,怎么样怎么样的话 那么我就直接申请退款 退款呢,他也是回复,也是平台升级当中耐心等待 客服当时回复,四库的金融系统正在升级 所以订单取消审核有延迟 黄师傅说,因为金额不算大,自己就没再管了 10月23号下午,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黄师傅说,对方爆出了要退款这两单的订单号 他就相信了对方的身份 按照指示进了一个售后群,里面有人发了一个二维码 扫描后显示,是理牌服务中心 他电话挂了以后呢,然后那个QQ那边呢 就直接用语音给我对起来 教我怎么操作,怎么操作 那你扫码之后,我填了什么信息 填了我的银行个人信息了 名字,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 他说你这个银行卡验证不成功 你到农航重新登录 我给你一个我们客服的财务账号 这样的退款理赔骗局,我们已经报道过不少 当时黄师傅还是身心不疑 把卫星里的7000多块钱零钱提到了农业银行卡里 加上原先卡里的余额 给这名所谓客服提供的银行卡账号 转了8100多块钱 黄师傅说通话中对方得知 自己在其他银行卡里还有14000多块钱 就让他把这笔钱先转到农业银行卡再打过去 他也照做了 我老婆就提醒我了,你怎么回事啊 你这个钱转出去干嘛 我说他这个钱客服让我转一下 或者等一下马上会退回来 他说你上当了 这个时候我就感觉了 他又问我手下有没有信用卡什么什么 我就感觉你不对上当 我马上就报警了 报警之后你去报吧 态度很恶劣 直接挂电话 黄师傅后来被移出了QQ群 记者拨打了四库奢侈品平台的客服电话 对方表示一直没发货的原因还要去核查 不过平台确实在升级 退款会有些慢 至于黄师傅接到的电话 请问是香港那边的来电吗 对 就是我们四库他是不会用香港那边的电话给你来电的 你为什么能直接说是香港那边打来的电话 因为之前也是有顾客被香港那边的电话给骗的 然后我们这边也是接到通知 按照客服人员的说法 黄师傅遇到的情况并非个例 黄师傅还有一个疑问 那名所谓的客服为什么能准确爆出订单号呢 请你放心 我们这边是不会泄露客户的隐私的 会不会是系统升级有信息被泄露了 我这边是暂时没有收到这样的通知的 那我们有没有比方说内部做哪些自查 或者说这个安全措施上 我们这边是因为是登记在一个表格里嘛 然后就是也会去加强防范这些 就是尽量不要被就是顾客被骗 客服人员表示会把情况反馈给售后的同事 黄师傅已经向杭州小河派出所报了警 1818黄金眼镜之报道